Hello 大家好 我是MommySS 今天是第一次在YouTube分享關於我申請學簽的流程 以及從香港出境到BIRTH中間需要住的事項 我又開始申請到我收到的結果大概用了4個月的時間 當我收到的結果之後那兩個星期就直到新加坡航空公司 我就經過新加坡航空公司在新加坡轉機去拍視 基本上在香港出境其實就不需要做個PCR 在新加坡航空公司就要問回相關的處理程序 就很順利地上機 接著之後就去到新加坡轉機去拍視 中間也是很順利的 完全沒有延遲的情況 去到BIRTH之後 大家要留意一下 它有一個叫自助入境 如果香港的朋友仔有那兩本護照 都可以用自助入境 如果你是把那本保仔放在一部機上 然後它會問你幾條問題 你回答完它 正常你都會知道如何回答 回答完之後 它就會出一張票給你 然後你就可以過到另一部機上 那一部機上 它就會掃描你的樣子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也可以離開 這樣就完成了入境程序 那張票是 我現在在Youtube上 展示給大家看的樣子 上面會引誘你的名字 還有你的當時的日期 那之後呢 你們記得那張入境卡 要寫清楚裡面的資料 好像我有帶Panadol 我自己也有啟 我有帶手提電腦 我也有啟 那到時呢 它看到你啟了事 它會叫你去另外一邊 那裡會有職員問你 那你還有沒有其他軟件要帶 你的電腦在哪裏買的 買了多久 那問你一些很簡單的問題 那其實問完之後 你正常回答它 那其實就完成整個程序 就可以出境的了 然後到最後呢 關於機場接送 那如果是住在ECU Village的同學 那他有一個免費接送的 那詳情你們可以再問我 另外這一張卡 叫SmartRider 那就一定要申請了 因為去到所有交通區都靠他了 那也是ECU的同學仔 那我就知道會怎樣做 那記得一定要去學校那裏申請 那他連學生成功一起幫你解決 詳情亦都可以留言和我說 拜拜